女士们 先生们 在今已经降落在郑州国际机场 今天室外温度是28摄氏度 先替机组人员 郑州 建成史长达数千年 人类开发史长达万年 更有大鹤村遗址 培里港遗址 商代遗址 王建民只背到了这里 因为此刻的他 不仅要为策展创作找灵感 还要思考 怎么才能在一天内 把21场剧看完 就是这里 是宝啊 王奇不爱聊过于厚重的话题 他觉得轻松的漫画 和他的性格更配 直到他看到了唐宫夜宴的俏皮演绎 瞬间对国潮胜出了好奇 都说鱼菜是八大菜式之后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高雅做的美食 李凯混起于各地美食圈 天南海北的味道被他吃了个遍 今天他要来河南 亲口尝尝 清口尝尝 玉菜的口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热水从广东来到这里 不畏别的就想到少林 切磋 请教 交流 学习 学校服务 学校服务 上海来的张鞋 感觉瞬间穿越到了平行世界 穿着旗袍走在民国街 一幕幕电影在眼前浮现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方向和期许 让我们汇聚在这里 让惊喜在郑州 与你勿妻而遇 最终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